为意逃债衍生各类黑产 信用卡逾期标志性案件宣判 痛击代理维权 一个碰瓷银行的案件 春节前宣判了 在打击信用卡反催收黑产领域 这个案件极具有震慑和警示意义 案件脉络并不复杂 因20余笔信用卡逾期 一位招行信用卡持卡人 向社交网络上宣称从事 征信修复的人员求助 而呆团伙所谓征信修复的方式 就是伪造公安局公章和证明文书 这些被伪造的文书 后来被招行信用卡中心时破病报警 造下团伙被济南立下警方抓获 券伤中国记者独家获知 节前该案在山东省济南市立下区法院宣判 违法团伙因犯伪造及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 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 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 我国居民短期消费债务 占比突出的背景下 帮人逃债成了一门机刑 却又在下沉视线广受欢迎的生意 并且繁衍出众多细分领域黑色产业链 反催收 代理退保退息 代理投诉 征信修复 债务优化等层出不穷 以撩乱正常金融秩序为手段 两头收割债务人和债钱人 牟利者打着优化债务的幌子 将更多债务人推向更深的债务泥潭 征信修复的广告无孔鼓入 通过短视频应用和社交平台的推荐 来到有心的潜在客户前 济南的张某就是有心的客户之一 为消除不良记录 张某遂委托中介代为处理征信 张行因此多次接到非张某本人预留手机号进线 以各种理由要求维护征信及向监管投诉 通过广告琐事联系方式 张某很快就跟征信修复中介搭上了线 按要求支付给了对方16800元用金 作为接单中介 郑某指示下属将订单下定给了人在湖南的胡某 胡某迅速伪造了包括济南公安局的立案告知书 认定意见通知书 受案回职公安局公章等在内的公文 在中介的陪同下 张某来到济南市招商银行信用卡簿 提交了伪造的公文 招行员工很快察觉到一样并报警 警方接警后 现场查获了伪造的三张公安机关公文 顺着当事人张某这条线 公安机关很快查到了胡某 在对胡某住处进行搜查的过程中 还查获了其伪造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诊断专用章 青岛市市立医院住院处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医疗证明专用章等事业单位印章 共计38枚 等待胡某 郑某和郑某下属的 是法律的制裁 胡某犯伪造 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8000元 犯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 并处罚金8000元 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 郑某犯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8000元 郑某下属犯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6000元 一个案子串联起 接单中介和假账制作 揭开征信修复猖獗黑产的一角 以前帮人讨债是门生意 现在帮人讨债是门生意 在我国居民短期债务飙升的眼下 这两门生意似乎都拥有 足够广阔的生长土壤 查阅我国存款类金融机构的 资产负债表可发现 个人短期消费贷款 在住户部门债务中占比不断提升 短期消费贷款余额 在去年末已经突破9.34万亿 在住户部门短期债务总额17.3万亿中 占比已经高达54% 帮人讨债这门生意 显然是在法律的边缘疯狂试探 可神奇的是 在短视频平台上 在社交群里 它居然横行的如此理所当然 当我们还停留在 反侧说黑灰产横行的早期印象时 停息停催 卦账停息 合作减免债务 债务优化 代理维权 代理投诉等各种 令人眼花缭乱的逃债商业模式 早已如雨后春笋突起 各式碰瓷金融机构的做法 居然还形成了一套套操作指南 一套号完善的方法论 甚至 乐意逃债黑灰产猖獗 到利用违规手段 帮债务人减免理应偿还的债务后 居然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发情恭喜报 什么人在把助人逃债 变成一门生意经营 他们通常披着一层马甲 律师律所 财务顾问 咨询公司 这些不具备法律职业资格 对法律条文 都经常以用错误的代理维权的专职团伙 他们为债务人量身打造贫困证明 并令了还款能力缺失的证明 提供统一的投诉武板 使用统一的投诉话术 总有或代理债务人 向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投诉 淘债黑灰产吃定的是高额的代理手续费 从准备材料到代理投诉各个环节 堂层收费 能按他们猖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金融机构需要很高的成本 来应对这些有预谋 有组织 高频率的恶意投诉 金融机构处理投诉涉及资料 录入 报送 核查等流程 需要识别各种嗨产提供的伪证 以及哪些重复投诉 可能存在恶意投诉或代理投诉的可能 任务繁重且涉及岗位众多 而机构处理恶意投诉的人力 和时间成本高 遇到极其恶劣的情况 更会启动反诉程序 据统计分析某地区投诉 其中约三成背后 都有疑似专职代理投诉中介的身影 一名信用卡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眼下 消保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各地银保监局消保处 会专门督办金融机构处理投诉 越来越多特可控考核源头 制定专门的消保考核评价办法 金融机构兼基于大数据风控的联防联制 黑名单共享机制的建立 显得尤为迫切 上述信用卡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该行目前已着手利用银行业专业能力 及金融科技手段建立防线 包括数据及行为分析 开展风险形式研究 组建专项处置专家队伍 并联合执法机构 针对性落实打击 同时 针对已识别出来的逃债方法 代理维权 恶意投诉套路 该行均形成详细报告 定期反馈监管 当机构与黑灰产的博弈升级 当正常金融秩序被扰乱 代理维权这一套债黑灰产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目前正在得到遏制 北京 湖南 辽宁 广东等多个地方金融监管部门 联合司法机关 相继发布了防范金融领域代理投诉风险的通知 就在上月末 山西监管局 省公安厅 省市场监管局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还联合下发了 关于防范金融领域代理维权风险 优化营商环境的通告 多部门联手代理维权 纳入常态化扫黑除恶整治重点 净化区域营商环境 北京银保监局提示消费者 代理维权面临金融权义无保障 信息泄漏隐患多 经济负担加剧 征信五点增播这四大风险 同时建议消费者可以直接向金融机构进行投诉 主张民事权益 或向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中心等机构 申请调节等形式合法维权 多的监管部门出招防范代理维权后 一个直观的数据是 去年三季度涉及信用卡业务的投诉量 同比和环比均有不同程度减少 银保监会发布的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显示 2021年三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中 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44374件 同比减少8.3% 占投诉总量的50.8% 而就在二季度涉及信用卡业务的投诉 高达46273件 同比增长37.2% 占投诉总量的54.8% 也就是说 从投诉件数方面 三季度的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量 较二季度减少了1899件 投诉占比下降了整整4个百分点 投诉量同比上一年的情况 由大幅增长转为减少 在这样一场监管 金融机构 代理维权黑产的博弈里 好的苗头正在发声机构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正在得到维护 区域营商环境正在得到修复 捣乱正常金融经营秩序的行为正在被揪篇 期max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